當我們人遇到生命中迷茫的時候 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該怎麼辦的時候 在事業跟感情或者是婚姻 或者是我們的財運上有遇到困頓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大家好,我是楊飛鴻老師 利用零百來幫你解決一些問題 那今天要來問事情的是王先生 王先生他最近的財運跟事業上不是很順利 在工作上有一些小人在犯著他 那財運呢,最近的生意也不是很好 最近的入財情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來找我,希望來詢問一下 他接下來一個月裡面有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要配合的就是這一本 這是一本大運流年歲運命書 大運流年歲運命書 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但是呢,這本書裡面有一個很不錯的 就是說它上面有每個年 每個生肖啊,每個封什麼年啊 他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書上都有告訴我 這個如果你學八字你就會知道 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一般來說,你有什麼生肖 遇到什麼流年 你會有這個月的運勢是怎麼樣 自己裡面都有寫 但是呢 這個寫的時候,有時候 我的經驗是會有一些差別 會有一些差別 那我們今天能夠利用靈百來做什麼呢 我們就用靈百去溝通 我們請主事業,請 因為這個是選選 所以我會請酒店選女 請她幫忙找出來 請問酒店選女 目前我們希望能夠知道 這個人未來的運勢是如何 請她從裡面去找 那怎麼去找呢 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說 她是 生肖是屬什麼的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個代表 並不是說她真正的屬孝 我們只要知道說 她的屬孝 然後逢什麼年 在那一年裡面的哪一條 哪一個條文 是符合問世的人 現在的情況 就是 上天要告訴她的 我們用這種方法來去詢問 所以呢 這本書呢 要搭配 我這一個 這本書 就是要搭配這個表 這個表 這個表裡面 這裡我把它分成了12個生肖 第一個是什麼生肖 遇到什麼年 再來就是幾月運 我們利用這個方法把它查出來 好 那我現在來示範 那當然呢 你用零擺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先鏈接高我 然後你要進場 設立保護罩 然後再去詢問 前面這幾個 是必須要由兵馬來完成的 因為你跟無形器的溝通 你一定要注意 千萬不要把不好的負能量引到身上 所以一定要有保護罩才行 這個部分 記得如果你有購買課程 一定要聯絡我 到時候我會幫你上表 讓你有相應的兵馬可以應用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放旁邊 這本命書 我們先放旁邊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來查詢一下 我們總共要查詢三個條文 三個條文 然後利用這個表來 歲運留年了 前面我剛剛說了 進場請高齡還有設保護罩 這個我剛剛都已經做了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鏈接能量 所有能量都是來自於宇宙 都是來自於上天的 然後我們要去問出來 來請九天玄女開始 第一個 這個代表這個人 他的生肖 他這個那個條文的生肖 是哪一個 好 鼠龍 請問是鼠龍嗎 確定一個 好 鼠龍 這不是說他真的是鼠龍 而是以那個為代表 以那個為代表 來 遇到什麼樣子的年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找出來是哪一頁 鼠龍 第二個生肖 是猴嗎 好 ok 所以第二個是猴 然後是幾月 幾月韻 條文在幾月韻 好 請問是二月韻嗎 好 請問是二月韻嗎 好 二月韻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第一個生肖是龍,再猴年二月孕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命書 這個歲孕命書把它找出來 歲孕命書 屬龍 猴年 龍 猴年 猴年 然後是二月孕 無鬼衝動 無鬼衝動,若無光中綠,恐有暗中憂 接下來的這個月還是要小心的 防順中反逆 加油小心注意身體 身體在健康方面,交友方面 以及有一些事情還是要謹慎的 所以這是第一條,主事業告訴我們 我先記下來 一百八十頁 好,接下來我就直接測了 接下來還有兩條,我就直接測 這過程比較 比較 大家比較熟悉的 如果看過我的視頻,大家就知道了 來 什麼生肖 樹羊,請問是羊嗎 好 好 OK,是羊 來 接下來是 縫什麼年 來 接下來是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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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月孕呢 幾月孕 幾月孕 請問是八月孕嗎 請問是八月孕嗎 是八月孕 第二個條紋 那第三個條紋 我直接把它弄 把它把它撤出來 誒 什麼生肖 是八月孕 出羊 請問是羊嗎 第三個條紋 也是羊 幾月孕 幾月孕 什麼什麼 風什麼年 幾月孕 偶年 幾月孕 很高 就是 所以 我今天 請問是8月嗎? 是8月 好的,那我們就可以由這個去查 屬羊12年8月孕 我們就可以看到屬羊 屬羊12年8月孕 所以第二條主師爺 九天玄宇所給的指示就是 月令平順,善道而行,謀望有成,凡事要三思 吉人天相,自有財福入門 所以第一個還是有財的,會有貴人幫忙 但是呢,你做事情一定要謹慎小心,善道而行 這是第二條要說的 然後第三個呢,第三個是屬羊 猴年8月孕 屬羊,猴年8月孕 屬羊,然後猴年 就這裡 8月孕 8月孕告訴我們 屬羊,猴年8月 來,順水行舟,寧可直中取,不可取中求 步步小心,善道而行,利路亨通 利路亨通 利路亨通就是利還是錢,所以還是可能會賺錢的 善道而行,你要直著善道去做 然後呢,順水行舟 接下來這個月還是可以比較順利的 寧可直中取 不可取中求 就是 做事情的時候呢,還是要守著正道才可以 步步小心 好 好 那這個呢,就是利用 利用領百 我們是選擇 大運流年的 順運名書裡面的條文 然後,藉由跟上昌溝通 然後做鏈接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 接下來 這一個王先生 下個月 最近會遇到的運勢是怎麼樣子 好 那 今天跟大家的示範就到這裡 希望 可以給 如果你在生命中遇到迷茫 或者是遇到猶豫不決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來為我們 人生的下一步 找到方向 今天的 介紹就到此 我們下次的課程再見